这里三年没有下一滴雨,一口老井养育一村人,一部电影重复放映,物质与精神极度匮乏。 有个女人叫张美丽,就绽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她有一双43码的大脚,从山东驾到山西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。 丈夫文盲愚昧无知,因偷盗铁路鬼道钉导致多起事故被判死刑。 文化水平不高的张美丽,教自己孩子读书十字,只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没文化。 很不幸的是,孩子七岁便离他而去,现在他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十字。 因为条件困难,孩子们没有像样的学校,简陋的教室里只有几张破旧的课桌。 孩子们没有体育场,只有木头拼接的简易篮球架。 孩子们的娱乐设施就是一个能当滑梯的大吐坡。 这天,一个叫夏宇的北京志愿者老师来到了这个学校。 张美丽带着孩子们热情地帮忙拿起夏宇的行李。 夏宇拿出可乐解渴。 当他转过头,看见大和趴在门边。 他以为孩子想要喝,他便把瓶子递给他。 大和说不,但是他的身体很诚实,结果瓶子转身就跑了。 其他玩耍的孩子都将他包围了起来。 他们从土坡上滑下来,扬起一大片飞扬的尘土。 美丽让学生们用千里迢迢造具。 大和刚上一年级,他也非常积极。 大和说了个小作文,把大家都逗笑了。 美丽好心帮夏宇老师把衣服洗了,但她不知道这些衣服不能水洗。 当她注意到夏宇表情很生气,并埋怨她帮倒忙时,美丽也非常生气。 正在修理屋顶的美丽,这时非常的委屈。 夏宇知道自己不应该发脾气,于是向美丽道歉。 但是不管她如何道歉,美丽都拒绝从屋顶上下来。 一直到天黑,美丽才下来做饭。 为了哄美丽高兴,夏宇送她衣服让她开心。 美丽终于流下了委屈的眼泪。 俩人就这样和好了。 夏宇说,如果有一台电脑,孩子们可以学习很多课程,但是一台电脑要花四到五千。 对于这个贫穷的村庄来说,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 这天,夏宇的丈夫来到了山村,想带着妻子回北京。 夏宇跟美丽说自己要回北京了。 美丽递给她一杯泡有橘子皮的水。 美丽知道夏宇不习惯喝这里的水,于是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火车站捡橘子皮。 夏宇被孩子们和美丽的朴实所感动,决定暂时先不回北京了,留下来继续教书。 这一天,美丽发现夏宇怀孕了,很为她感到高兴,就想把夏宇送回北京休养。 她叫来村里的一个电影放映员,让她带夏宇去车站。 没想到夏宇不想要孩子,独自去镇上堕胎后又回来了。 美丽想不明白为什么夏宇不想生孩子。 她告诉夏宇,她的孩子七岁就走了,所以她把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,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,离开村庄将来走出去,让村庄有个好的未来。 美丽提交了购买电脑的申请,虽然乡政府也有财政困难,但还是为他们节省出三千元,其余的只能依靠美丽自己想办法解决。 美丽想到了村里的赵面粉,她是当地的富翁,赵面粉知道美丽打的是什么算盘,但当着乡亲们的面不好拒绝,只能同意帮助购买一台电脑,非要为难美丽喝完一整瓶白酒才行。 美丽为了电脑,为了孩子们,她拿过酒瓶就喝,电脑的问题总算解决了。 孩子们上课时,听到了天空发出的大雷声,立刻冲出教室,他们拿了任何可以盛水的东西,一群人昂着头,站在露天地等着接雨水。 但是天空并没有乌云下雨的痕迹,可见这里的村庄是有多么的缺水。 时间一晃,下雨一年的义务教育期限已经到了,她准备带美丽一起回北京。 孩子们来送她们,大和给了下雨一块石头,上面刻着她的画像,孩子们依依不舍一路跟着走出村庄。 美丽看到孩子们这样跟着,心疼得也不想离开了。 下雨看在眼里,决定带大家一起去北京。 回到北京,尽管下雨的丈夫很生气,但她还是保持了主人的代客热情, 还帮忙寻找朋友从村里购买土豆,依次来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。 美丽毅然拒绝了下雨的挽留,她执意带着购买土豆的好消息回到村里, 孩子们也都换上了新买的衣服。 但是,美丽在运送土豆时却出了事故,被火车撞伤了。 下雨知道后急忙去见她,看见美丽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, 下雨终于忍不住趴下哭了起来。 当她再抬起头时,美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说过不再回来的下雨,又回到学校门前,她从土坡划了下去。 满身满脸的土代表她已经学着融入这里, 这个举动也代表她要帮孩子们拉近梦想的距离。 在电影《美丽的大脚》中,她将全部的爱献给了孩子们, 只有孩子们拥有良好的教育才会真正拥有未来。 她放弃了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,并再次回到穷乡僻壤地区教书, 帮助村里解决了问题,展示了黄土高原淳朴的民风和坚强的意志。 张美丽拥有坚强不屈的性格,还有蔑视困难追求梦想的决心。 实现孩子们的梦想是一场接力赛,她已经找到了接班人。